蔡徐坤长相一直被妥槽不够男人,人缘非常差,采访中的路人都不怎么认识。 蔡徐坤 蔡徐坤长不大,唯一的一点就是她的长相太过于精致了,所以一直都被妥槽说不够男人,其余的都是粉丝在给她招黑。 只要有人说不认识蔡徐坤,或者是不认同蔡徐坤的一些话都会被攻击,还说是黑粉之类的也是很败坏路人员呢。 前一段时间由网友采访了一些路人对蔡徐坤的评价,首先是小孩对蔡徐坤的评价是有点娘,这点也是很多人认同的,然后就是大妈对蔡徐坤不认识。 而爱肯们看到这样的采访也是指定这些是黑粉,而网友却表示这是实话,难道每个人都要认识蔡徐坤吗? 最近还是发现蔡徐坤被黑针不是因为黑粉太多,而是个别icon素质是真的差。 发现一个个别icon的通病就是,只要是看到关于蔡徐坤的帖子都要点进去看一看,这是作为一个正常粉丝的正常表现了。 但是这些个别icon动不动就在别人别人帖子里发表评论说,这个是黑粉大家注意,然后呼吁爱肯骂他,举报他,然后就是歼二连三的骂站。 其实就想说,到底谁是黑粉?到底是谁在给坤坤招黑?作为坤坤的粉丝这点还是要好好想一想的吧。 。 哪怕你只是看过帖子一言不发,路过一下也是可以的,为什么要去抢出头呢?甚至还开舌口水战呢? 。 。 难道你们赢了另一波就成了你偶像的粉丝了吗?喜欢坤坤的自然矮?不需要你来帮忙骂战的好吗?最后还是希望大家闻云追星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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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